你還能再站自己嗎 來 單小時能不能 來 出盡軍營 林翔與現實差異 軍營小兵陳秉佑淚流滿面 活成二十人 狀況連連 陳秉佑能否堅持投地 好想回去 打打出手 兄弟英和反路成仇 你的街頭跟台北家 他不敢跳起來打的 我聽到以後的聲音 寂靜深夜 什麼情況讓正常臣過一遍 神秘的悟空將謀情 為何正常臣情無需大便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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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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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結束 為何劉凱俊先行離開 正常臣卻被獨自流售長遠村 祝賞別哭啊 一 二 三 起 温暖经验成年 精彩持续不断 如果有一天 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喜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它酣睡 不再彷徨 变形迹 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 去二班的所有同学听好了 五天军训都是由我来带你们 我姓儒在军队里面回答问题 必须声音红亮 能理解吗 好 三班第六名 二十 仔细 你那个答案的声音和蚊子差不多 四班第八名 到 很好 五班第三名 到 二十 一班第七名 到 你和那个女生的声音差不多 你还能在大字里吗 能不能 能 回答 能 戴小舌 能不能 能 二十 仔细 军事下令 严苛 陈平佑始料未及 我叫你坐下来吗 我叫你坐下来吗 回答 有没有 没有 地板第七名 对 很好 这个小孩是一个比较内向 胆怯的一个小孩 你初恋 面前大将 大声告诉所有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陈平佑 我认为陈平佑为宿舍长 宿舍长 管你宿舍人员 救紧之律 休息之律 你需要负全责 四十一名战友 是否明白 明白 对于这个职务 你有没有心情完成 有 肯定有怕呀 我又比较矮 然后有些比较高的人 我就不好弄 别说话 别说话 再跟我 干嘛 别说话 关灯 关灯 突然的紧急集合 让陈平佑摸不着头脑 第一反应 就是起身叠被子 宿舍你在干什么 我跟你说什么 快 这边的一个 快走 他最后一个归队 拖了寝室的后腿 听到声音 从你集合那个地点 走到操场 时间不能够超过一分三十秒 今天晚上的这种紧急集合 我认为是非常失败的 三十秒 这种紧急集合 三十秒 三十秒 三分三秒 现在这个训练 我不满意 活成二十个足迹 准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一 一 二 二 四 一 二十个俯卧撑 所有人都累得几乎跑不起来了 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宿舍打撑号 七名队员起立 撑号 你作为宿舍长 你非但没有组织你们队员 去完成这个任务 反而是对我一个 离开房间 十个活着开始执行 快 去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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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来到军事夏令营的第一天 陈炳佑的心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我以前看见电视 而且军人每天跑跑步 吃饭 睡觉 正常人是差不多的 后来才知道电视里面才乱写的 他妈的我叫你别骂娘 你想怎样 你再说一次 你干什么 我先弄了什么 咱们从一开始来老子都想打他 都找不到你了 我爽叫他跳起来打我 老子都接他有个胆车不能跳出来打他 今天完全没有打啪 你现在起一起要走干活 爷爷托付的是你不是我 爷托付我们两个 龙虎是两个人一起做的 但他就没钱了死活都不给我 你起床干活 卖在床上干嘛 我乱有一天当你吗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郑昌昌和刘凯俊 该如何彼此面对呢 爷爷有说这钱不能动吗 我在家我从来没有不听我爸妈的话的 来这里我也没必要听这个爷爷的话 你去看一下那个钱 那是一张一张一张的 不是新的 一人一半咯 我都给你五毛 拿这钱我是去挣钱 我也没这么读说拿钱去改善伙食 你拿去赚钱赚什么钱 你听我说 你不需要知道吗 郑昌成还是从刘凯俊手里拿走了一半的钱 他会去干什么呢 今天我要去镇上酒足饭饱一下 最起码要喝两瓶冰可乐 再来一个重庆小火锅 四碗饭好险 三块 那今天是零食 哎呀我才能跟着分啊 今天下午跟青年比起来 那就是一个草 天壤之别啊我才 不知道那傻比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也是叫我和他一起去干嘛 因为当时是这么丰富的 就算也不说我们也得帮他干些什么 也拿在里面 所以要帮他们分担一下 爱嫂 江爷爷的钱挥霍一空 郑少爷终于回家了 今天这个韩思 韩思 拧着脚的又开举 开举 等会儿巴辣很丧 是重伤了 很丢脸的 而他不知道做完农活的刘凯俊正一心一意的等着他回家 今天拿到钱 今天拿到钱养心情非常好啊 正常城躲不开刘凯俊的质问 开始满嘴跑火车 我在里发电上班 拿到书买个胸牌明天就去上班 拿这钱我是去挣钱 我也没这么读说拿钱去改个博士 今天我要去镇上酒足饭饱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好险 单快啊 你钱你是不是花了你先说 花没花关系什么事 那是爷爷的钱 好好说哈 哎呀好像我都说了 老子是拿去挣钱 也不是拿去干嘛 凡人明天你会看到钱就行了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我不想听爷爷的 我也不会信你说的话我先告诉你 你不信就不信啊 爷爷的钱你打算还吗 我怎么不打算还 我换不换是我的事 让开 你进家门干嘛 那是爷爷的家 让开 你看清楚那爷爷的家 让开 爷爷的钱没拿回来 你真的不会进去家门 说真的 老子都不能猎他了 他还跳起来找猎我 我说你会弄回来对不对 这人完全是有病 斗逼病三重 我怎么不相信你啊 不知道没 没事 走开 你想用钱你可以去挣吗 没啥了没啥 拿爷爷的钱出去花 没啥 这不对吗 没啥了没啥 他叫他过来帮他处理一下 很清楚吗 插 现在 被误检查 东西是不是摆在这上面 所以教育是不是教育是这样的 是还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在这 因为教育教育根本就没有技术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用心做好 这是个被子啊 这是早餐那个油条啊 这么多巴巴的 这辈子谁呢 这辈子给他一个兽 你给他几次 三次 三次 所有人挺好 活成准备 请没有你站起来 你作为宿舍长 你的被子是给的最好的一个 作为领导有没有带领你的队员 完全任务有没有 没有 领导年代责任准备 总共为30个 总共为30个 一 二 三 你们的数字胆 现在他的活程做得很标准 但你们有些人又在连累他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 三十 三十 溋力 第一 三十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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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五十 四十 我买不一样 我向回去 你会屁肚了吗 不是 我就想回去 我想跟住在这吧 我一直都这么回来 这是这么回来 我现在跟你拆开 哪家人 待会跟他们说了 三点了 我现在在快点吗 快点 快点 击击 走 一 二 什么了 哪儿 委屈 害怕 冲击着陈炳柔 她理想中的军营不是这样 她印象中的军人 也不是这样 细心的罗教官 发现了陈炳柔情绪的变化 她把陈炳柔单独叫了出来 你今天刚来我们的理解 在这里面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我也不会听你的理由 我也不会听 你不会感觉我比他们小几岁 我就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待遇 这不可能 克服自己的 陌若 胆怯 不自信 对于说 相信自己能做到 十一岁来进行特务 军事宣言 对你是一个考验 是一种蜕变 教官的话 让原本想要放弃的陈炳柔 突然找到了新的方向 她说不可能是环境 是你要去施定环境 就是我们那七七排当中 很多弱小的女孩子 都忍了下去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不能忍下去 导演组带刘凯俊去医院检查 家里只剩下郑长城一个人 令我们奇怪的是 郑长城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反而兴世忡忡 反而兴世忡忡 我干你卖我干 叫她过来来准备一下 眼睛走吗 你干嘛 那是爷爷的家 你看出去 那爷爷的家 爷爷的家 خ一家 我觉得她很好 不愧 我再来 习惯了重心好虐 习惯了有人陪伴 正常常却用拳头 铸起了一座围城 一个人平常着孤独的滋味 变形生活还在继续 郑长城还能面对吗 夜里郑长城早早上了床 却没有一丝睡意 长城 开车门来 没关系 这个没事不要 讲内饰了 你在哪里弄得这么冰的水 给我敷眼睛的 现在也没事了 吃饭 本来我不想说对不起 竟然看到一个蛋糕瑞士卷 然后还有一瓶冰冰的水 突然一下心就转 我总是心太软了 终于郑长城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对不起了 之前扭打的那一幕还在眼前 而刘开俊却用了一种男人的方式 让这一切变得云淡风轻 我就觉得蛮愧疚的嘛 我觉得他心地可以啦 慢三年啦 本以为只有轻描淡写的道歉 没想到 郑长城也用了一种男人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歉意 你看他被我打得像一个猪头一样 还不记仇 回来的时候还来个蛋糕 给我吃 蛮感动的 过来 看你的眼睛就像看电影 看你的头发感觉还没细 可是我不会太建议 因为我已爱上你 一拍拍的问题啦 因为我已爱上你 我们两个性格很像 一下子就打通了 挺像的 挺好玩的 我有多伤心 你完全不离 这段不要摸 这段恰尿不要摸 这段恰尿不要摸 苏车长非常的聪明 恰尿后距离很大 别动无法 非常地不动 信任肺摔 我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看吧 我会是有条啊 随着与战友的关系终加 陈炳墨的夏令营生活 变得有条不门 她那个洗碗的时候 好多人 所以就赶快一点嘛 原定训练场的集合 突然改变了食堂 一连严肃的教官手里 捏着半个馒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早餐吃完早餐之后 谁把这个馒头扔在你们的地上 现在给我主动站出来 我马上就要有一个结果 这件事情分析的严重 一分钟时间 没有一个人承认 所有人 所有人 全部承担一百个活生 一分钟即使开始 报告交换 难道这个馒头是陈炳又丢的吗 经历大驾风波后 两兄弟重归于好 今天两人商量着 怎样把正常城花掉的钱给赚回来 拿鸡蛋哦 给到正常去买 最近把人翻一翻 这想法可以啊挺不错 拿着鸡蛋那只够 走在向前小路上 手里提着一筐蛋 做老饼的我问一下 你好 收鸡蛋不 不收 来来 你们要不要买鸡蛋 给你买 要去哪里买哦 追不下 你说你有办法 我已经切抢了 几次巡驾都被拒绝 陌生人群好奇为观 两人的转钱计划 就这样标折了吗 好虚了 我算我也不要卖了 凭我的这些 你们多卖五角钱 长生可能在这里还比较 比较陌生吧 然后没有那么放得开 当时到那里之后 因为人太多了嘛 又有点要怂的感觉了 不要车啊 走啊 不行了 就摆这里叫 上 上 上 我腰啊 我怕 买鸡蛋 土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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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鸡蛋啊 买鸡蛋啊 刘凯竟一声吆喝 打开了市面 原本好奇的人群迅速聚聋 要哪个自己挑 最大部分 两块一个 也是一个 五块 还有几个 两个 喜欢就多买几个嘛 那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效果那么好 我想的肯定觉得好咯 高涨的人气 也使得他们信心大增 尝一尝 看一看 好吃又划算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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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被迅速买光 两年第一次通力合作 非常成功 对 来了 干嘛了 买完鸡蛋 鸡蛋 正常常拿着钱独自走开 怕这是要去哪里呢 谁把这个馒头扔在你们的地上 这件事情分身也重 假如 没有一个人成功 所有人全部承担100个活车 一分钟计时开始 报告交关 出力 灭巢你的队友 大声回答我 这哪头是不是你的呢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那不是你的你为什么站出来 为什么 看你们队友 回答我 因为我是七白的速度杂 你要罚他们 你罚我一个 这100个活车你能承担吗 好 你能承担吗 好 这50个活车是你的极限 60个以上你将会爬不起来 你改成了吗 好 刚刚 我跟你说的很明确 谁犯的错误我谁承担 你是不是在这犹豫 在中国人家里 报告交关 我请求报告部队长 分担立方的活车 报告交关 请求报告部队长 分担国程 报告交关 我请求 为什么要立即分担国程 报告交关 报告交关 我请调和 国队长一起分担国程 我们的犯交关 突账 以认识呢 明明做不到的一百个俯卧撑 陈炳佑却用两声有力地回答 回应着教会人力的质问 一声声分担 一次次撞击着陈炳佑的心 也一点点拉近着城乡孩子间的距离 感动着眼泪 用来回敬战友们 给自己的陪伴和鼓励 所有孩子都在见证 彼此的蜕变和成长 要活成我不需要输人 因为他现在很有勇气 敢于承担 敢于面对 他未来不连累大家 扛着这个责任 像个军人要 现在请用展车选择 你去哪儿 吃完鸡蛋 正常常拿着钱不知去了哪里 最后在蛋糕店 刘开俊追上了郑少爷 有38个姐 有38个 有28个 要好以后我跟他说话 原来在这之前 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最亲爱的人是婆婆 她的生日是八月初三 今年我能为她做什么呢 那个 就那个食物 那个小的 食物判了 现金对这个价格有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很小的 把生意的钱全部拿给他爷爷 得知奶奶今天从医院回家 这个蛋糕就当做 他们给老人的见面礼 温馨的夜晚 幸福铺满整个房间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奶奶生日快乐 几个月上吹蜡烛吧 给奶奶吹嘛 你自己吹 你自己一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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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奶奶吃这个 来 奶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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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吃掉 你也吃吗 我生日快乐 他朋友 我差不多 没拿了 我每年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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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都没有见过 哈哈哈哈 不知道 我什么事 儿子 太不想了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听到这句话 很难过的了 我过生日最低标准 也是五六百块钱吗 多牛逼 两个很大的蛋糕 吃都吃不完 奶奶这个生日 就花了十五块钱 你个人都不够吃 差异吧 差别很大 城乡的差距 撞击着两位少爷的心 他们没有想到 一个看似完全拿不出手的生日蛋糕 竟然可以为这个家庭 带来如此巨大的满足 所以当时我就说 我下次来的时候 你们想吃多少蛋糕 我就买多少蛋糕给你们吃 那你们吃到不想吃 天在嘴里 乱在心里 这个曾经 把家当作提款机的少爷 拿过来钱 几个曾经对家冷酷无情的男孩 那你干嘛想吃 如今 已经开始懂得付出与守护 家的概念 在他们心中 慢慢重建 慢慢复苏 今天好像有两个孙子 这样啊 当然还更幸福了 现在是你孙子 以后也是你孙子 永远都成为 小 孙女长高中大了以后 大学比女以后 今天是夏令营的节夜庆典 刘家人糟糟地赶到了节营地点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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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营 小子不看我 固片的分别 让妈妈和姐姐瞬间化身 想粉丝 好厌俊哦 妈妈眼中的小柄柚 已经不再是那个山里牙子 这五天滴的汗水 都可以沉满一碗水了 拿到第一就说明 这次的汗就没有翻流啊 这是陈炳佑 最希望得到的书中 她兑现了自己向教官的承诺 用汗水与努力 证明着自己的能力 今天军心地营设 就结束了 我们五天 收获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当兵很累很累 要学会分享 然后要非常的勇敢 还要信任别人 你把这些方面全部做好 你才是一个好兵 小教官再见 洗衣脚喷胖什么 真的叫我生惯养的小孩了 我操放那种水里去洗 谢人 我操放那种水里去洗 洗过衣服吗 没有 没有 今天还是第一次学习 从来不自己动手洗 从来没有动手洗过衣服的两位少爷 在长远村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而爷爷奶奶的回归 也让祖孙四人找到了家的感觉 来我弄 自从爷爷奶奶回来之后 我的心情是会常的好 啦啦啦的马西亚 哭哭哭哭 啦啦啦 别说 别说 哎呀我操 哎呀 这小子谁呀 他妈咱咱咱们居然 搅不搅 搅不搅 我站着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弯一点 或者很像一点 可以 但是显得我太矮了 逗逼郑长城 再重现江湖 放个音乐 1 2 3 时光一波不再有 你眼眺的天空 画更多的彩虹 在爷爷分前 两个少年天真的惹人爱 曾经顽固子弟时的戾气 还原成了与生俱来的孩子气 爷爷 我们唱着那样 好啊 好 谢谢 对不起 为了憋女ục 爷爷要回来过来 吃完晚饭 下午就出门的爷爷 现在还没回来 看着奶奶着急的样子 两个孙子也坐不住了 那你和他走 那你让我走这边 你先走了 好 小心点 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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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去 不知道 奶奶说他去找鸭子了 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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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什么 好像听到爷爷的声音 爷爷是你吗 走走走回去 爷爷在哪里啊 威爷爷 那边 那是爷爷的声音 刘开军也赶了过来 爺 爺 怎麼了 爺爺怎麼了 這裡 這裡 快點把爺爺拿著鴨子 我背爺爺 快點 小心點 小心點 好 爺爺起來 我背你 爺爺 沒事沒事 爺回家再說 快點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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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著 要扶著先 好 扶著 我幫你扶著 沒事 好 小心點 這下面回得去嗎 沒事沒事 等一下 你是我在後面扶著 小心點 小心 小心 你還放心 嗯 就像我摔倒 我都不會摔倒的 嗯 我摔倒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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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好了 爺爺 你先躺下 爺爺 怎麼 爺爺怎麼了 他從這兒不小心 挖著這兒腳 鴨子跑掉了 準備賣掉 跟他們兩個小孩做學會的 在这里让孩子读书 是大山的希望 在爷爷心里 两只鸭子承载着 两个孩子的未来 再重 他也要扛 爷爷的话 有着锋利的剑刀 狠狠咳通着长城的心 那我帮你先剪 就为了给我读书 才把腿摔成这样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我们是你孙子啊 孙子你还小啊 还不会挣钱的 我去医生怎么样 医生什么问题 骨头 我去医生 不是内伤是外伤啊 我洗了就擦一下就行了 我去医生 不是内伤是外伤啊 我洗了就擦一下就行了 你是家我们干嘛 我不是业业的家 你看诚成神 那一业的家 哦 你用了 我需要 你去 awhile 你去医生 你去医生 我去医生 你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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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你去医生 你去医生 你也要去医院吗 我求你来什么 给我们去吗 来 起来 爷 你是跟我去的医院吗 不是 起来 那我们去 我们不起来 你们不去 这深深的衣柜 倒进千言万语 爷爷在两位城市主人公的心中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简单称呼 他已经渗透血脉 满满清晴 我自己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现在是我爷爷 我不能看到你生病啊 我的爷爷只有一个 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不可能再找第二个爷爷 再有第二个爷爷 我求您了 跟我们去医院嘛 这一次 郑长城 开始真正接受这个家 真正接受这个 被换做爷爷的老人 真正 真正 还是珍惜这难得的 第二次的骨肉亲情 小病小痛从来不去医院的爷爷 到底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 而刘凯俊和郑长城 也选择了用彻夜无眠的守护 回报着无私 却最有爱的关怀 好 儿子 均匀回来后 一家四口的感情格外亲密 丢丢那个眼睛 别爱哟 翅膀睡的哥哥 那时候我笑你 听我 爸爸你说我儿子 你叫什么 哇 真好想 你想想想 问你 问你一个老金几短 我爸爸别回答 你妈妈小时候打没打过你 你妈妈 你说得因为你很老 爸爸 你妈小时候打没打过你 打过你 打过我 你们两个都不回答错了 我说的是 你妈小时候 你妈小时候 才你这么小 才我这么小时候 随着与诚实爸妈感情的不断声闻 陈宾佑的快乐 也在感染着他们 幸福又回到了刘爸刘妈的脸上 第二天一大早 整长城小心翼翼地起了床 没叫情还在昏睡的刘凯俊 他一个人 这是要去哪儿呢 凭借着擅长的交际能力 正常城很快打听到了一间砖厂正在招工 马铁 马铁 谢谢啊 我来搬砖 搬砖 对 搬得动 搬得动 搬得动啊 来搬这个钱怎么算 搬一匹砖 一分四 很辛苦的 没事我不怕 不怕 对 我跟你说 这样剪 这么剪到这个上面 好 好 剪这么一车有多少 一车你剪多少 你剪到这最多两三分匹 好 先说 正常城要用自己的实力 来筹上学的费用 他的心事淡淡 真的能成功吗 行的 最码可以一万以上 我告诉你 一千块钱 咱 一千块钱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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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用力 咱 账 支 太 hari 3 0 却不绝辛苦 受伤却没有褪缩 那颗有物质贯注 也无法满足的心 那个用暴力拳头贪婪索取的孩子 却在善良无助的爷爷面前 在坚信与贫穷的生活中 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担当 休息的间隙 正常也与工友们拉起家常 不经意间 大家聊到收入和花销 我一个月可能要用个三四万 我得算鞋子都要三千块 就觉得挣钱蛮不容易的 就想着在家的时候 这几十块钱我拿来就买一包烟抽 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郑上爷和搭档老婆 炒合完成了目标 我走了 嗯 再见 嗯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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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清早 陈炳佑就在家里寻找着什么 这个人有这样的困惊的照片 好像烫的 你称的 就学精怪的 拿着刘凯军的学生证 陈炳佑要用他干什么 前面就有往前进 你看 你看 独自在照相馆中待了半个小时 陈炳佑到底要干什么 快点 妈回来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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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做道具不会过 不要妈妈过来教我一下 先不要开门 开吧 我施了开具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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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妈 爸爸坐坐 来 坐坐 坐好 妈妈也坐好 来 坐 来 坐 坐坐 原来 自从上次看到爸爸给刘凯军写信和寄月饼 小饼又就感受到了爸爸妈妈对儿子的思念 于是她找了一个借口 拿到了凯军哥哥的照片 精心策划了这出安慰大戏 我思念凯军 今天你们是不是特别像凯军的家 然后今天嘛 放心 凯军是不是肯军在我那边哭得好好的 他真的跟你凯军小时候很像 他活泼 小凯军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是一种缘分吧 就是那么多的人能走在一块 今天是一种缘分 这辈子都碰不上 我做这一天的刘凯军 刘凯军哥哥好不好 好啊 爸爸 让我做一天刘凯军哥哥 然后他带着儿子的面积来跟我们按摩 给我们聊天 觉得这个孩子很懂事 ハハ 为了儿子 他们曾旦坚拟劾 却只换来横眉朗眉 你干嘛想说我 如今陈炳佑的董事和体贴 让刘爸刘妈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文心 那个董事可爱的刘凯俊 仿佛又回到了身边 我爱刘 今天是开训的云门 两个少年出发去学校报到 两个少年没想到的是 迎接自己她 我得 当时好惊讶的喽 第一个是辣椒 第二个是用玉米弄的 我们今天很荣幸 也很高兴 迎来了两位新同学 就是我们的刘凯俊哥哥 还有郑长城哥哥 我们以照亮的掌声获得鼓掌 两位少爷 会不会因为经历的变形生活 而发生改变呢 显然 两位少爷对学习 依旧提不起兴趣 而且那个桌子嘛 是不是很矮 太矮了嘛 我们两个坐着都是这样的 差不多规则 坐着的时候 超 你不知道中午睡觉的时候 脚抽筋痛醒的 下午是体育课 陈老师请两位城市少年 给环城上废 就不想给他们留下不好的东西 不想被他们帮他们演的 不要搞 你看 他温柔温 很温柔的 娘的了 你看他们 哎呦 哎呦 这样的 我 你看我猴年俊 马上站得好好的 与肩同关 双拳放在腰间 郑少爷的平地精雷 恢复了客套的秩序 刘少爷终于能正常上课 威哥不管说话 还是多个方便 都很温柔 他常常好凶 不要走 威哥这里闪开 排出一个圈 然后中间这个客套能站 其他那边边也能站 对 排一个圈 散开一点 哪一个女生会挑小苹果的 去找 我玩一玩哦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争出了果实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拽下星星送给你 拽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自己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真我爱你 勾不弦多 疯疯的消量温和 我的希望我 变得我生命的火 开雪第一天 满是欢乐与嬉笑 热衷于群居生活的两位少年 在这个大山校园里 被孩子们简单纯粹的快乐 感染着 刘凯郡正常城就读的这所小学 是邻近几个村唯一的小学 周老师和陈老师是一对夫妻 也是这所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 结婚21年的他们 却在这里坚守了24年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都留在了这座小小的四合院里 吃饭了 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 他们没有父爱没有母爱 我们不关心他谁关心他们 大人 二十三宝 万 就是说人家孩子们 人家孩子们有一个 不够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45岁了 20几岁高中比较历后 有鼻子的学校 那么30岁我就坚持了 40岁45岁更加坚持了 今天也是陈炳佑开学的日子 他就读的是小学六年纪 我叫陈炳佑来自四川 今年十一岁 今天开始我们班就多了一位新成员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与他和谐相处 成为最好的朋友 好不好 好 好 Good morning Mr. 而第一节课就是英语课 I thought we have a new classmate today Who is this or she Whi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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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you What's your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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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陈炳佑 Oh 陈炳佑 OK 现在我们来喝咖啡 Give your hand Can you say about your partner All time in the same video Have a try Have a try Listen How tall were you last year How tall were you last year How tall were you last year I was I was I was 114 How heavy are you How heavy are you This year What I'm 30 35 Oh I'm 35 I was Man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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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日子 是才奇 Vetervs 打公主 打不耐取 好 我要围拘 你说了我要围拘 铃鱼课连绵受挫 萧萧陈炳佑 该如何化解 这一次我们把这个班长呢改选 今天是约定选班长的日子 由于新来的两位城市少年 都是初中生 为了方便管理 他俩被确定为班长候选人 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好不好 要这个长城哥哥叫开心哥 你们说好不好 好 还有呢 非常高手 可以说是非哥对不对 下面让他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好不好 来吧 开心哥快点 开心哥 开心哥 对了 轮到两位候选班长拉票 正上也显得很无所谓 选不选的种都跟以前一样 选不选的种都跟以前一样 开心鼓掌 因为那个红衣服的胖子很喜欢凯军 因为凯军是深圳的嘛 长城好凶 非哥就比较了 非哥不管说话 还是各个方便 都很温柔 而刘少爷却一改往日的吊耳郎当 这个班长吧 选我虽然不知道我会不会做得很好 但是我会去尽力 选不上也觉得没有关系 反正已经尽力了 做到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哇 太经典了 谢谢大家 好 挺好 虽然为少爷各有所长 谁才是孩子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班长 却拦住了不少同学 你每个同学都用一张小纸条 但是不要写上你的名字 你写上你的理由 听好了没有 他说很难取舍 没事吧 没事的 没事的 谁都无所谓的 说真的 投票结束 嘴上说不在乎的郑长城 却拿着一本漫画书 掩饰着内心的紧张 准备 他们吃饿了 除了 开心狗 开心狗 可以 开心狗 可以 开心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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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狗 开心狗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刘凯俊同学 当选为五轮级的班长 我们为太鼓掌 当时就觉得 有种很丢脸的感觉 因为那比什么都没我好 可不可以让凯俊哥哥 当正班长 让长城哥哥当副班长 好 好 你同意的同学举举手 双手 双手 张张 他们居然让我们当副班长 要不就直接不当的好 对不对 那个副班长 这不挑战我吗 今天我差不多跳起来 打刘凯俊了 我想要把他选出来的 我会协助你们的正班长 来管好班长的秩序的 谢谢大家 只有刘凯俊 只有刘凯俊明白 正长城的心思 为了平复小伙伴的心情 他亲自给长城送去了一碗面 长城镇比较好 怎么说的 好胜吧 只不想他因为这种事情 搞成这样 好了 你们回去了 我不吃了 带他们回去了 带他们回去了 下午回家半夜收骨子 我说看心情 你不去啊 我说我看心情 我常常记得吃啊 撒油啦啦 好的 好嘲略 草 哦 哦 这好烧 好烧 我这手都快烤脚了 没法吃 黄哥 我不吃 我靠着 我不吃 嚼一口啊 我不嚼 你是不会发头啊 你是不会发头啊 郑少爷始终提不起兴致 他再次悄悄离开人群 没怎么 怎么能闹情绪啊 我没闹情绪啊 你下去呗 我为什么要下去 什么都这样等你了 你去啊 没事吧 我懂不懂秩序啊 你管吗 留大班长 留大少爷 你这位班长的是 个屁 没有 我心里很长 你看同学吗 你管我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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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等老子 你注意他们等啊 我披萨 我披萨 你来吧 想跟你吗 不是那么不讲对 你还讲对 就是今天 选班长的时候 我应该是闹这个情绪 刘凯俊没有想到 郑少爷会忠次在意这个班长 他鼓起勇气 再次折返 要说什么快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好了 装逼累不累啊 你是分路上读书啊 我怎样 不管吧 你改变一下态度 也许 你改变一下态度 同学们对你的看法 我态度很好啊 我都没发火了 其实我也最想发火 所以你最好出去 再给你30秒钟考虑时间 出去还是留在这里面 那我现在全部都没发火 所以你这么想 反正我现在很发火 冷静不下吧 随便 不久前的鼻青脸肿至今未遇 凯俊心里清楚 如果他再坚持意味着什么 尿尿 我不要 我给你脚打开 你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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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都来生了这么久了 你觉得我改变了什么 叫我说你这个人 你就觉得你蛮装逼的 你说我说真实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有点不和 这点我觉得你真的变化得好大 而且你这样也有挺多点 值得我去学习的 我觉得真的 你什么错误你都干 直接站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 我是做不了 你看 在家里的时候 你说爷爷说什么什么 然后到这里你说老师说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不是一种 不是那种 你放荡不拘的 那我就觉得你比较落 刘凯俊的开诚布公 换来了郑少爷的直言不讳 两个小伙伴有了变形以来第一次促膝长谈 很多问题在于我自己 我能不顾别人感受的那种 我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别人身上 他们鼓起勇气 认真地了解彼此 所有的貌合神离 所有的争强好胜 都在这个秋夜化作凉风 一吹而散 冰视前前的两位少爷同一战线 共同迎接着大山的洗礼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变形的最后一天 刘凯俊的父母已经来到了长远村 那希望不要是这个 叔叔 我们也放过那个最高的伞 最高那个 也放过那个 真是那个 那那卡进来的时候需要看到这个伞 不是吓到了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想着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可是见面的那一刻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如果我们想象的话 他很厄远 也要就在那里 他是会笑 不会哭 我来到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监控机房内 刘爸和刘妈第一次看到了变形后的儿子 家的味道 那么下面我就想找我们的同学 上来谈一谈你对这个家的理解 我觉得家的味道在我七岁以后是甜甜的 那在我七岁以前呢 我 我只见我妈妈 我没见我爸 一直都是奶奶养我 我不认识我爸爸 是eno 我爸爸说我来以后 来到我家里 我就问我奶奶 我說 奶奶 我家什么事 我们家什么事 后来来一个做出来 你 不 天呐 为啥 那 你真的能让我真的脸似的 我不知道 怎么说出那么凝个字 修课室的疗法 残忍而无奈 假的味道 在大神的留守儿童口中 满是苦涩和心酸 这个月饼 还有这封信 都是你爸爸 我妈妈买的 看到刘凯俊受到月饼的那一刻 郑长城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真的很关心你 孩子 他们真的很想你 以前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爸 就在我五六年级的时候 我爸就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家 因为我妈就在吵架 整天吵 就是因为读书 他们两个经常分开 不在同一个渠住 由我爸就开始 几个月都不来看我一次 父母第一次听到了儿子的心声 却不是期待中的柔风细雨 而是荆棘长边 声声冲打着自己 我觉得他们以前这样烦我 但我现在觉得他们是为了我想 我就想对我爸爸妈妈说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理解你们 还经常让你们发脾气 还去玩生气你们 你还是搞到现在这边 我就用来气我爸妈的 那你干嘛想做 你搞美的 真是其中的儿子 不再是想象中那么冰冷 那么叛逆 那只是个孩子 一个期待被人疼 被人爱的孩子 从中心里面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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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鸡汤的泪水 慢慢弥合 伺候和着拥抱 是回归的合奏 爸爸来了 妈妈来了 曾经的儿子回来了 你不咬得这么给你啊 痛不痛啊 你不痛 你120公斤 我英俊 先坐老师 先坐老师 改变了房 往日最厌倦的学校 成了如今最不认为运气的地方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把我当成和你们一样的同学 把我当成一个哥哥 还支持我当班长 谢谢大家 好了大家别哭了嘛 我一乘乘都回来了嘛 我现在又不走 我想帮你带走 我也想帮你带走 然后我还不能走 变形最后一天 为什么刘凯俊可以离开 正常常却被独自留下 正常成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到底什么原因 正常常被延长变形期限 孤独生活 正常常敢何去何从 神秘人物降临农村 正常常情绪大变 变形生活能否成功满解 突发洪水 我们选下都快不远了 长远小学全体围困 情况危及能否自救 哇 你看那是什么 看着自己去运气小 变形出游是什么 让陈炳佑痛苦不已 有一份神秘巴黎 要送给陈炳佑 对不起 反悔告别 什么原因 让陈炳佑连连抱歉 变形即知 末路青春 下周一晚十点 精彩风险 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 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 太过执着 让一切变得冷漠 向前走 留下的是难过 最一步总会害过天空 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 伸出你的手 抛开主管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时该要满足 经过那些无助 我们学会在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